阿布呢 阿布也有 我其實也有一次印象很深的 但是是非常掃興的一個節日 那天我生日 然後呢 我本來已經跟我朋友講好說 今年不過生日了 每年都過實在是很無聊 然後我也跟我女朋友講好了 就說晚上我們就去找個餐廳 吃個飯就好了 結果沒想到 不過生日反而 就是把我的那七八個好朋友 都快搞死掉了 為什麼呢 因為一開始約好了某一家餐廳吃飯 我女朋友也訂好了餐廳 可是那天我在家裡 你不知道收工回來很累還怎麼樣 我說通常有點懶 我們不要去吃好了 我們直接在家裡煮 我煮給你吃 我們就簡單煮給你吃就好了 結果呢 其實他已經約了我那些七八個朋友 到那個餐廳等我 但是我堅持 我不知道為什麼哪根筋不對 我就覺得很累啊 我就不想去 我就說那我們在家吃就好了 結果他就偷偷的私底下 開始在那邊敲說 他不去吃啊 怎麼辦 怎麼辦 然後隔了一會他問我說 那那個誰誰誰約你說 出去要不要去 我說對齁 可是他們好像改了 本來說要去唱歌 後來改去夜店 不然我去一下好了 不然我們來 我們吃完飯之後休息一會 我們兩個一起去夜店 去就是熱鬧一下這樣 他想說要夜店是不是 馬上開始敲朋友 等一下要去哪間夜店啦 然後他們就開始 從餐廳要殺去夜店 就在夜店埋伏 結果隔了一會 我覺得今天人很雜欸 對 不然這樣好了 我們去唱個歌就好了 結果我朋友 煩死人 要從夜店再殺到KTV前規去 錢都花光啦 好奇怪的壽星喔 對 我就那天就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已經講好了 我也跟朋友沒聯絡 結果我後來 我還是一先生氣 因為我不知道我女朋友 約了我那些朋友 我還在聊天室裡面 因為其實吃飯的時候 我喝了一些紅酒 我就覺得有點high了 就精神就來了 我就在聊天室裡面罵人 我說今天我生日 你們一個人都沒有表示 一句話都沒講 然後最後他們就趕快 集合殺到那個KTV去找我 然後我女朋友才默默地講說 其實他們早就約好 要跟你碰面了 只是我一直在改一直在改 那個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個 搞死朋友的生日 而且我覺得你 你也太難搞了吧 不是 你朋友換一托 我都已經不想理你了 還可以換到第三托 這些朋友還真是好朋友 可以理解啦 他可能一直從早上起來到現在 他那些朋友通通都沒有表示什麼 對 都沒講 所以他心裡面有一點不舒服 有一點悶悶的 對 對啦 好 再來 有沒有那種 我們問一下舉牌 有沒有用心準備 卻被女生嫌棄過的經驗 有的請舉圈 插名你不用 OK 因為你沒有用心過 對 有的請舉插 沒有的請舉插 好啦 你沒有就舉插 被嫌棄過嗎 有嗎 沒有 好 秀豪 秀豪 呃 就是 他有一個年的情人節 是我之前的女朋友 然後後來 我剛剛就準備訂好的餐廳 然後就去看電影嘛 然後也買好了手環嘛 那時候沒錢嘛 就買了大概兩三千塊的手環 給他 都準備好 連花都準備好 可是他卻跟我講說 欸 我們之後去東區吃吃飯 看看電影 他說那你不是 考慮說要帶我去新加坡玩嗎 然後他說 而且我還想住那個雙子星大樓 那時候我只有打工 那一個晚上 住一個晚上快 差不多一兩萬的 一兩萬的價位吧 然後後來我去了那邊 他說 因為我們前三天是住親戚家 最後一晚上要去到那邊 然後他 他還不滿足 他還說那 下一個請人節的話 說可不可以帶我去那個韓國 他說我想要跟那個 都明俊一樣 希望你跟都明俊一樣的浪漫 對 然後去 然後還要放那個什麼 來自欣欣的主題曲 然後給我聽 然後你一定要穿像都明俊那樣子 你扁他了沒有 他扁他了沒有 很辛苦 沒有沒有 後來受不了就把他甩了 阿姆呢 我覺得每個女生年齡層的要求都不一樣 像譬如說我之前有一個 就是大學生的女朋友 他就比較喜歡過節 是比較要順大一點點的 可能吃飯都要在 去吃的餐廳 可能都要五百塊以上那一種 然後只有他那一天才可以 就是理直氣壯 跟我要很貴重的禮物 然後有時候就為他那貴重禮物 而搞得我就是 要到處去籌籤啊什麼之類的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出了社會女朋友 他就比較節省一點 他就不喜歡盛大 然後我記得就有一次他生日 然後我想說 我已經很久沒有幫他好好過生日了 所以我想說那一天我就精心安排 然後規劃了一整個行程 譬如說中午的時候大家去 南京東路上一間很好吃的日式料理 然後下午再大家去看一部 就是他已經很想要看一部電影 然後晚上帶他去吃 他最喜歡的義式餐廳這樣子 然後而且我還特別麻煩我朋友 就是在晚餐的時候 幫我把我的生日禮物帶過來 因為我不可能隨時帶生日禮物 我們兩個人的 你幹嘛要麻煩你朋友過來這邊 你是很有錢嗎 難怪那時候我就一直看到你 就是一直在打電話 一直在確認什麼東西的 對 然後說好 你看我們中午吃什麼什麼 晚上什麼什麼 然後下午的電影怎麼樣 他就把錢算給我聽 好 你既然那麼有錢 好 來 他就叫我朋友坐下來 然後說好 那這一頓你連你朋友都請 我整個大傻眼 對啊 因為很尷尬 因為我原本想說 一切我都安排好 他應該會很開心的 對啊 結果他竟然 你沒有安排好 你應該出去 借故出去 把禮物拿了之後再拿進來 不要讓你的朋友發現 女生 對 對啊 哪有安排的 或者是先把禮物 拿到晚上的那家餐廳去 沒錯 我就很會 我就很希望就是說 我就是 有一個就是 我還可以 我還特別 我還特別麻煩我朋友 這個過程 就是我還特別麻煩我朋友 然後朋友還把我的生日禮物帶過來 就是 我希望讓他就是 這個過程是讓我覺得說 啊 我又很用心 因為我還特別麻煩我朋友 過來這樣 可是就算他沒有安排的那麼好 是請朋友過來 可是女朋友升起 不必這樣 沒錯 沒必這樣 這真的很用心 對啊 這是你不必這樣 所以我那時候就整個 大家超傻眼 然後我知道 喔 好 那就跟我朋友 然後 會不會因為是 會不會是因為禮物不OK啊 沒有沒有沒有 他還沒看 我禮物都還沒看 你就抓看 他還沒看 對啊 那那一晚上應該也沒什麼魚姓節目了 沒啦 泡湯了 就多了一個電燈帽在身旁 也不會有什麼魚姓節目 後來他 吃完飯之後就走了 後來他女朋友就跟那個男生在一起 你本來有些 不用這麼悲劇吧 已經很悲劇了 不用到這麼悲劇了 對於別人的心意 當然是要盡量的收小 可是像我之前有個女朋友 是就交往的時候 然後就有齊能姐 她說 欸 貝貝你今天回來 我今天特別為你做整桌菜 我想說 唉唷 我沒有吃過他做的菜 我就有點感動 然後我就回去 因為那時候還在學生時代 就回去 欸 排戲嘛 然後到家 哇 整桌菜 這樣都是黑色的 就是 交掉了 醬油弄太多 然後我一直 哇 哇 很鹹啊 可是 就真的很喜歡那個女朋友 覺得說 哇 她那麼用心 然後她又看起來很小隻 很可憐 然後做了整桌 然後我就 全部都有任真麻吃完 到現在都還在洗身 你知道 那真的太顯了 可是就是說 可是還是很感動 就是她那個心 還不錯 接下來各位 好 接下來我們看 三隻頭女生有什麼怒吼 是的 我要聽 有請 我覺得我比較算是個例 因為我現在就是 比較常跑通告 所以呢 常常人家問我說 你現在我們男朋友 我就說 沒有 就是還在尋找當中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已經 就是我身邊的朋友 都知道說 我現在是處於單身的狀態 但他們又偏偏很喜歡 在晴雲節的時候 問我說 你晴雲節要怎麼過啊 要跟誰過啊 一定有很浪漫的晚餐 或什麼之類的 可是我就覺得說 你明明就已經知道說 我就是單身 你幹嘛還硬要問我說 你晴雲節要怎麼過 聽懂沒 你聽懂沒 真的 你聽懂沒 謎 對 就是人哪裡痛 哪裡說 有必要這樣嗎 我覺得你們女生的心情 都太負面了 我們男生問你們 不是說什麼要笑你們 只是覺得說 說不定你有別人約你們 也可以小約會 不代表 你明明知道沒有 對啊 可是其實我覺得有時候男生 俗話講來呼不熱 提哪呼 我們在約這樣 我們這樣問問題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 那個是在想說 我是不是可以約你 試探 對啊 不是 如果你沒有約的話 我是不是可以約啊 你連大盜會約我嗎 當然是有可能 有可能 說他玩過那麼兇 因為你喜歡的是阿布 而且你知道 當 你打得住啦 當人家這樣問的時候 你檯面上還不可以輸掉 你就硬要裝說自己很忙 就是說明明那天沒有要拍戲 沒有要工作也要裝 說我那天就是從早到晚 不讓有沒有 我沒有時間去過節 可能要 但是有沒有 各位周周的男生 是不是真的想要問這種問題 讓女生簽 尤其三十幾歲的女生 開始被比較 對 尤其情人節被問 還有人送你花 煩死了 不會自己買 對啊 煩死了 會嗎 你們有沒有這樣出入過 一些三十幾歲的女生 我非常認同阿布的說法 絕對是試探性的 問看看 他可不可以約到你 並沒有要取笑 或是什麼意思 而且我們經常現在的情況 三十幾歲的情況是 我如果是那天沒有對象約會 然後剛好我知道他也沒有 我一定會問一下 今天晚上怎麼過 如果不知道怎麼過的話 我們幾個人 或者是約朋友 我們一起出去過嘛 對啊 我們是不是看一個大包家 因為直接約 可能會被打槍 對 如果我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那你跟我說 我要跟別人過了 那我也沒有受傷 對 就不會太丟臉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這也要看 開口的這個人的身分是什麼 因為像你們 譬如說你們在單身沒結婚 你們當然這是想約的念頭 那因為我也曾經有這樣子開口 問過人家 結婚的問 OK 我們是 對 我們是沒有邪念的 美人姐 我們沒有打算要約人家的 然後後來有一天呢 那我們就在某電視台 然後那個化妝師 我們很熟啦 然後我每次都說 你怎麼還沒交男朋友 你都三十幾了 你不要再鬧了 今年啊 到今年好像是三十 快三七了吧 然後所以我大概連續 問了五六年 五六年他都沒有交男朋友 我每天都說 他怎麼還沒交啊 情人節 你這樣怎麼辦 你一個人卡過啊 對 就是你自己做 好煩喔 對 但是我們是出於關心 因為我覺得說 他已經很可憐了 不是 你只有這樣問嗎 你還講了什麼 怎麼會這樣 他還是很吃涼了 等一下還有電 我告訴你 沒有啦 你有沒有跟他說 雅蘭這兩天都要錄影 蛤 沒有 他不是講出來 你自己說 你說什麼 我只是很好意的說 你只要這樣下去 就要長蜘蛛網了 蛤 我可以講 你太可惡了 我說 氣死我了 但是我只是想說 鼓勵他 趕快交男朋友 因為你這樣再交 因為我認為嘛 你交往起碼要兩年到四年 再談結婚的事情 那你這樣 我剛剛突然說四十歲了 真的太老了 我就說你不要再拖了 那蔡明哥 你那個講法太過無力了 女生真的會生氣 真的嗎 像我很多跟人家說 不是 因為我們很熟 因為很熟 我就覺得很多話就 比較文雅是什麼問法 你真的這麼多年沒有交男朋友 你不要這樣 腳怎麼仰了一下 蜘蛛爬過去 可惡 那還不是一樣 還是說人家 比較好嗎 這算文雅一點吧 我沒有說蜘蛛走哪裡來的 還是說蜘蛛爬過去 沒有比較好 主持人 沒有人在幫人家圍的時候 他的故事比他還要爛 可是我跟比較熟的朋友 大概開玩一下 你起碼要圍我的事 就要說 哎呀你就在這樣子 我這樣 哎呦 你身上有蜘蛛 起碼要是說對話 你說自己 不要再往這方向走 會死 來來來 問到這樣子的問題 有時候真的會有傷心的感覺嗎 如果當時單身 被問到很傷心的嗎 有嗎 好來 子羽 其實因為我之前有過一個婚姻 也沒有了嘛 然後後來就是很久 很久都沒有交男朋友 然後之前就有一個好朋友 就是他也希望說 我能夠找到一個好的 就是再去教 不要讓自己說這樣子 就是放下自己 就是因為未來還很光明 他希望說不要因為一次的失敗 然後就對男人沒有信心這樣 也是 然後就是常常 可是就是 有時候他就故意會刺探我說 說你今年情人節 有沒有要去過啊 那我每次回來他說沒有 可是他常常就說 蛤 你這樣子真的不太好 那大概連續五年 哇 我那個好朋友就這樣子問我 然後到第六年的時候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也是這樣子 像那個 昌明這樣講說 他就跟我說 你再不交下去 你真的會忍老朱黃 而且你會越來越昌老 這句 這句就太... 這句就太... 而且真的是非常好朋友 剛剛跟我講 那個男生 他有伴嗎 他有女朋友 對 他有女朋友 那就... 那不是為了要追你 那就不是為了要追你 這句太直接也太過了 可是他可能是因為想說 不要說因為一次的失敗 然後就可能說 那他是好意 他應該也是好意 可是可能他的方法 你離婚之後多久才交了男朋友 呃... 八年吧 哇 很久耶 啊... 啊... 你怎麼都記啊 可是真的 每個人原分不同 每個人原分不同 不要再提蜘蛛的事情 我沒有 可是真的交了沒多久 那男的也劈腿 所以你說呢 這怎麼... 好悲劇喔 有過快樂的曾經就好了 對啊 所以就沒有辦法 所以你現在又對男人沒信心了 呃... 非常沒有安全感 真的 哎唷 對 所以我們不要再開玩笑了 然後還做很多玩笑 壓進去壓進去 Emily呢 有傷心過嗎 不是有一次跨年的時候 然後大家都聚在一起 要準備跨年嘛 那都是雙手雙手這樣 然後氣氛很歡樂啊 就是有紅酒啦 又有音樂什麼什麼 然後我就在等我男朋友過來 可是他打電話給我的意思 好像就是趕不急了 那因為我就是在期待說 五四三二一的時候 有一個人可以 Happy New Year 然後要Kiss 就是這樣 然後趕不急的時候 我當下就是有很難過嘛 然後我就想要他就是可不可以趕 趕快一點 對 趕看看 那他就說可能就趕不急 那因為他也急後來就有一點生氣了 結果我就還講話 講電話想要掉眼淚 然後我身邊的朋友就 旁邊大家很歡樂 就只有一個默默在那邊掉淚 大家還在那邊問說 你男朋友咧 男朋友咧 結果大家還在那邊問這樣 然後就最後還是 就也沒等到 然後但是 就覺得那一刻就很 然後大家在那邊倒數的時候 我還 就已經喊不出來 因為也很不happy這樣 就不happy 結果是好姐妹 他就是看我就是一個人 就是以眼眶那個 他就先過來親我一下 再去親他男朋友這樣 哦 好啦 這樣也有安慰到 或者你就跟那個女人交往 你也進階親我到他男朋友了 沒有 他先來親我 先來親 對 那你們有沒有很白目的 給人家過節 讓人家反而不舒服很傷心 Elmo有嗎 有啊 就我一個男生朋友 然後就在聖誕節前夕呢 然後他接到一個女生朋友電話 然後就問他說 欸 你聖誕節要幹嘛 然後我朋友就覺得很驚訝說 蛤 聖誕節 你怎麼可能沒事 你跟你的男朋友咧 結果他那女生朋友 啪 就馬上掛斷電話 然後數分鐘之後 傳LINE給他說 你很happy 我朋友就想說 奇怪 怎麼會這樣子 他馬上就回播 然後結果那女生才說 因為他聖誕節有個不好的經驗 就是因為他跟他男朋友 就很開心過聖誕節 一樣 完全沒有任何徵兆 呃 開開心夜吃大餐 然後甜甜蜜蜜 就完全跟男女朋友做的事情是一樣的 直到最後 他男朋友在最後的時候 給他一封信 然後就跟他說 欸 你就是走 等我送你回家的時候 你回到家再打開這個樣子 那女生朋友一定會覺得說 啊 好開心喔 到底什麼東西那麼神祕 然後他就好 然後送他回去 他到家的時候打開那封信 那封信寫滿滿的字 就是一些很感性的話 到後面就說 呃 我跟你在這一 在這段期間 我覺得非常非常開心 可是我發現 就是我們在個性上面 還是有一些 就是不相同的東西 然後 然後我想跟你分手 你對不起 就是我沒有辦法當面跟你說 我沒有辦法在你可愛臉旁 跟你說那麼絕情的事情 天啊 我那女生 他那女生朋友哭 哭慘了 到後面打 怎麼打都不接 就是不接都不接 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所以我那朋友就不小心就是 得罪到那個女生的朋友這樣 喔 就太痛了 所以我覺得那男生也蠻狠的 要不然連節日都不要過 她說很好啊 大學聯考前沒有任何徵兆 突然女生跟男生說 分手她 因為我覺得我們不適合 因為跟考完 大學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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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過分 對啊 這一定會影響 這麼背不起來 當然啊 她的整個就晴天霹靂啊 落榜 真的就落榜 所以我說個性的問題嘛 對不對 我覺得這有點狠 太狠 這太 差不了幾天就大學聯考 當然啊 你多凹個一個禮拜 大學聯考就過了 對不對 幹嘛讓人家恨你一輩子 對啊 分手要讓人家懷念你 對不對 讓人家恨你 真的啊 我已經開始懷念你了 嗯 這怎麼了 你有沒有敢問我那些 無謂無謂的問題 我沒有沒有 什麼都沒有問題 NO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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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啊 組織人 喔 對啦 其他人呢 有沒有這個也是 不小心激怒別人的經驗啊 有啊 就是有 就有一次我想約一個 很喜歡的女生 然後後來 我就也是想約他過情人節 可是後來他臉色就變了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他 就一直不理我 然後後來我只要問他 他朋友 因為他一個很好的朋友 我就問他 他說為什麼 我只是要約他 如果他可以拒絕 他可以直接講 然後他就說 其實他不是想拒絕你 他對你也好感 可是他 對於情人節這一點 他很敏感 因為他前一個男朋友啊 他也是準備 很 細心準備一個小禮物 然後去送他他男朋友家 然後結果 怎麼敲一直都不敲 我們他就覺得很奇怪 一直直到他的媽媽 回來開門的時候 才發現 那個男人倒在家裡客廳 其實是 其實是走了 喔 走了 因為好像 警察傳說 應該也是心肌梗塞之類的 突然 很突然 嗯 對啊 然後之後他就 我就再也沒有跟他講過話 對啊 好慘喔 這沒辦法 因為他 他很怕說 如果他 我今天在跟他約 那我沒出現 會不會又是這個樣子 你說他怕你也走 有意義 有意義 對不對 OK 好 OK